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鏈結串列的一些基本概念跟它的類型 那鏈結串列基本上大約就只分三到四種 那先介紹一點點鏈結串列的基本概念 那這邊提到兩種表示方式 那兩種表示方式 其中第一種我們稱它叫sequential的表示方式 就是照順序的表示方式 那這種sequential的表示方式你可以想像就是正列 那正列的表示方式它有很多優點 它的優點就是正列的每一個元素的記憶體位置大小都一樣大 而且是放在連續的位置上 那因此我今天要存取這個正列的某個元素 我只要用算的 系統用算的就可以算出那個元素的位置在哪裡 因此它可以說我要讀取正列的任何一個元素的資料 我都可以在常數時間完成 那這個是正列最大的好處 那這個好處其實很大 然後它的應用就會非常多 但是這邊提到sequential的表示方式的缺點就是說 欸我今天在某兩個元素之間我可能要插入一個元素 欸我要插入一個元素就是讓它多增加一個元素 在正列的某兩個元素中間 那這時候就有可能需要搬動很多資料 那什麼狀況 舉個例子我今天如果有一個正列有十萬筆資料 然後我要在第五萬筆資料跟五萬零一筆資料中間 我要加入一筆資料 那因為正列它都放在連續的位置上 我突然間要加入一筆資料 那它的做法就只能說 我把第五萬零一筆資料到第十萬筆資料中間 這些資料我全部往後挪一個位子出來 那這時候中間挪出一個位子出來 我才能夠插入一個資料 所以像這種做插入的動作 那或者類似做deletion 的動作 它需要搬動的資料量就會很多 那這個是這邊所提到 sequential 的表示方式的缺點 那大約這種sequential 表示方式的優點 就是鏈結串列的缺點 然後sequential 表示方式的缺點 就是鏈結串列的優點 那因為鏈結串列要插入一筆資料就比較方便 那所以以後大家寫程式的時候 到底要用鏈結串列還是要用正列 你就看看你自己的應用 你自己的應用會不會需要有很多 插入到整個資料結構中間的應用 如果有的話也許可以考慮用鏈結串列 好我們說鏈結串列大約總共只有三到四種 三到四種資料 其實有可能也可以只算兩種 其中第一種我們稱它叫單向鏈結串列 那單向鏈結串列就是每一個節點只有一個指標指向下一個節點 那一般說來就是在這個節點的類別裡面 我給它一個指標指回自己 指回自己指回這個節點自己 那這樣子它就這個指標就指向下一個節點 指向下一個節點 那這個是最單純的單向鏈結串列 那當然單向鏈結串列它的最後一個節點的指標 往後指的指標通常都指向0 然後這種單向鏈結串列一定會有一個起點 那會有一個終點 那看起來就像排隊一樣 那一般說來資料結構就是寫起來的程式可能就類似這種樣子 好單向鏈結串列的這些資料結構 通常我們都會習慣把它寫成兩個類別 那一個就是原先的節點的類別 另外一個是串列的類別 那為什麼弄成兩個類別 其實不單單鏈結串列這樣 其實早期的堆疊鑄列的資料結構通常也是這樣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我這個節點的類別它就單單處理 資料的讀取資料的寫入 那其他如果要插入一筆資料刪除一筆資料 或者有更複雜的功能 我就寫在串列的類別裡面 那這樣子處理上會比較簡單比較清楚 好那另外一個單向鏈結串列的變形 我們稱它叫環狀串列 那環狀串列的資料結構 程式碼的寫法 跟前面單向鏈結串列完全一樣 它應用上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最後一個節點 往後指的指標不再指向0 我把最後一個節點往後指的指標指回第一個節點 那只有這一點不一樣 那當然好處就是 這樣子的環狀串列看起來 每一個節點的相對位置都一樣 所以它有可能讓它的程式碼寫起來會比較簡單 那當然有時候會覺得環狀串列最後一個節點 往後指的指標沒有指向任何一個位置 有時候感覺有點浪費啦 就讓它指回第一個節點 當然不是所有的應用都適合用環狀串列 那你要看你的應用到底適不適合 好再來另外一個很常見到的鏈結串列 就是雙向鏈結串列 那雙向鏈結串列一般說來就是 每一個節點都有一個指標指向下一個節點 也有一個指標指向前一個節點 那所以每一個節點它這邊是用右連結 right link指向下一個節點 然後用left link指向前一個節點 指向前一個節點 那這樣子每一個點都可以找到它前後的節點 那這時候如果再做delete 你只給它你要刪除的這個節點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單向鏈結串列的話 你可能當我要刪掉某一個點的時候 你可能要告訴我它的前一個點在哪裡 那這是雙向鏈結串列的好處 當然鏈結越多代表它的指標越多 那也代表它需要浪費的空間越多了 嘿這個是它的成本 當然雙向鏈結串列也可以像這邊弄成環狀 那弄成環狀的雙向鏈結串列 也會有環狀串列的優點 好那這個是雙向鏈結串列一般說來它的資料 它也是弄成兩個類別一樣 一個是節點的類別 一個是串列的類別 那跟剛剛一樣 那就是節點的類別裡面有資料 然後有指向前一個節點的指標 跟指向下一個節點的指標 一般說來它處理的就是只有這個節點 本身資料的寫入跟讀取 其他項要插入一個節點或刪除 一個節點或者有更進階的功能 應該都寫在串列的這個類別裡面 我們這裡的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